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市中心的房子 这套房子也是位于休斯顿MD Anderson医学中心附近的房子 我们这一期来看一下MD Anderson医学中心附近的这种不是独栋的房子 下一期我们就看一下MD Anderson附近价格比较低的独栋的新建的房子 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呢,它是位于休斯顿市中心的市中心 位于莱斯大学MD Anderson医学中心还有博物馆区交叉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所以在这个位置附近的独栋别墅的话 它的价位基本上都是在几百万起票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呢,不是一个独栋别墅的传统的那种感觉 而是一个又瘦又高的房子 什么叫又瘦,就是一般的独栋别墅宽距就差不多在50尺以上 才叫独栋别墅 那再小的独栋别墅宽距都得有个45尺40尺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宽距可能就只有30尺 宽距是什么,就是你面对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看到它有多宽,这就是它的宽距 但是这个房子有四层,四层,四个卧室,四个半戏有间 所以像这种房子采光可能就不会像独栋别墅一样那么好 但是这一套在这个附近当中虽然采光比较好了 因为它的窗户的面积比较大 再加上它是这个社区里面比较把头的一个位置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市中心的这种房子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对修东地产感兴趣,欢迎一下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我是JJ,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这就是它那个大门 然后呢,里面这一块就是楼下的一个小院子 这种房子它的这个车是这样进来的 从这边进来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呢是5210 所以它就是这个双车位 然后,如果说不走车库的话 就是从这边进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然后,像我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车库门,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然后我们看到这楼下是有一个 我们看到楼下,这是楼下的一个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是带洗手间的 整体来看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装修风格 价位是69万多美金 其实还是挺贵的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套房子的 这是它小院子 因为我们看到这套房子的这个位置是在西尔顿博物馆区 它在医学中心博物馆区和莱斯大学的交叉口 所以这个地方的位置上确实是非常好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四层楼的这种房子 价格都是69万多的 这个房子有四层楼 我的天 然后一上来二楼 这才是主我 一上来二楼 这才是主餐厅 主客厅和主餐厅 我已经疯了吧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位置 是它的主餐厅 这是很现代的一个厨房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它的pantry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像这种很现代风的城市里面的房子 就是一种跟我们平常看的一些别墅的感觉不太一样 然后呢 这个外面是有一个楼台 然后它离其他的房子的间距就稍微近一些 因为这是市中心嘛 好多从国内来的客户 一问我房子就市中心 这就是正儿八角的市中心了 我们先看了这个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的旁边呢 就是二层的厕所 虽然二层是没有卧室的 但是厕所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现在我们再去三层看看 我真是很久没有这样爬过楼梯了 爬的我呀 我们现在来了三层 三层是卧室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我们先过来看 洗衣房 看到洗衣房了 就一定是主卧在这一层楼层了 那这两个房间就是两个卧室 我们先来主卧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这个卧室呢 就是主卧了 往这边走 这是其中的一个衣帽间 你别看房子不大 这衣帽间不小 看到没 哇 好大 然后呢 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衣帽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洗衣房间 马桶间在这里 然后淋浴间浴缸 然后两个这样的洗衣台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卧室看看 另外一边的卧室呢 它也是一个带洗衣间的套间 这个房子四层楼 这一点就年轻人没什么 就是如果年纪大的人 可能也不会住在这附近 就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你看它每一个房间的采光还是很好的 窗户非常难离 邻居之间的距离 在市中心来讲算是远的了 因为市中心有很多房子挨得很近 采光并不是非常好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到四楼了 四楼是一个活动的区域 所以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看到独栋别墅的那种 single family的那种game room 最一进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酒吧台 然后一个活动的空间 再往里走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活动空间 做了好多的收纳的厨子 然后呢 一个很亮点的地方 就是它四楼是有一个阳台的 所以望过去就这样 今天下着雨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不下雨 来了就快下雨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与修路钻石中心的这个位置的 你看到这个位置 它离各个地方都非常近 特别是我们可以近一点看 赖斯大学 修斯顿博物馆区 还有修斯顿的医学中心 它正好就在这么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位置 那在赖斯大学的附近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大的区域 那这附近的读洞别墅 基本上都是150万 200万 300万 几千万的都有 非常贵的一个价位 那像上一次我们讲过的 这个附近 看这条河 这条背 就是一条河 那这个附近呢 是淹水区 所以这个附近的新房子 价格也在100多万 我们上一次有讲过 在这个地方的一套 不淹水的 也是离医学中心非常方便的 七十几万的读洞 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边 这一个60多万 也将近70万的一套 比较瘦窄型的这样的一个别墅 具体的位置就是这样的 它到赖斯大学 三分钟 到这个博物馆区 基本上就是家门口 然后到医学中心 也就是十分钟的样子 非常的方便 那哪个地方是 修斯顿的一个 购物的一个场所 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这里 uptown的位置 就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这个房子 所在修斯顿的一个 具体的感觉